唱一首这个 我觉得这首歌 跟我经历非常像吧 也是自己这个心中的歌吧 敢问路在何方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谢谢 这首歌唱得真好 大师老师 其实我听卢彪唱歌的时候 我还蛮感动的 一个在农村种菜的人 然后能够把歌唱得那么好 就是你不满足于种菜 而且能够就是对音乐 有这样的投入和热爱 你既有淳朴 然后又保持了那种上进 我就觉得你是 中国农民儿子 最好的榜样和骄傲 我也想问一下刘彪 就是你选这首歌 是因为你觉得这首歌 你就是擅长你的表演 是你的曲风 还是因为它比较符合你 就是今时今日的这种状态 或者你的心情 这首歌呢 说实话 这首歌也是 我经常唱的一首歌 我感觉这首歌挺好 因为感恩录的何方 我那个时候 这个练歌的时候 就是抱着这个 铁棒中的摩腾针的态度 就练的 因为你看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我是不是总一步 一个无人知道的 一个小村庄里面的 那个那个六天湖 我们老家叫六天湖 就在野地里面 没人知道的 一个搭着那个菜棚子 住的地方 没人知道的 一步一步到企业 到这里 到区里 到市里 到卫视 到央视 到最国平台了 应该这样 我也挺感动的 我觉得她的回答 比我想象的要好 就是我 我以为她会说 是她现在这种状态 说未来的路在哪 但是她 其实她很自信 对 你害怕的是 你觉得她会表现的 那个样子 没错 但你发现 她回答的是 她应该有的样子 对 说的是这样 作为一个农村 出来的孩子 大家这么喜欢你 如果今天 你在菲尼莫属的舞台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你最感谢谁 感谢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这是情商课吗 不是 没这舞台 我也见到 对我老板 劳动 我还想夸夸你的就是 我跟他们的认识 不太一样 我认为你今天 如果能找到一份 特别好的工作 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 适合你的职业和岗位 有很多人从农村出来 他们可能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但你很务实 我就想唱歌 我就想要这个岗位 所以我也想给电影机前的一些 可能出身条件 不一定好的职场的求职者 说一句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起点 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准确的目标 谁都有可能成功的 在你身上看到了 谢谢你 谢谢韩一 谢谢